所以说这是冷战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了 它前所未有的这种飞行高度 肆意地进入别国领空来侦查情报 而最近我们看 洛马公司就宣布了所谓的U2的想象图 并对其进行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描述 叫做想看见才能被看见的飞机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款新U2 它的东山真面目 2015年9月14日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美国空军协会 某会议上发布了一张奇怪的飞行图片 图片中的飞机虽然线条简单 但外形布局却十分怪异 机体前部呈扁平状 每一布局也略显夸张 配合暗色调的太空背景 整架飞机着实有一种外形飞船的感觉 这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为美军研制的下一代高空侦查机的想象图 代号为TRX 洛马公司透露 TRX有望在2025年进入服役 它将取代冷战重要标志之一的U2侦查机 虽然从想象图上 并不能看到这款飞机的坐舱 但有报道称 这将是一款有人与无人通用的侦查机 续航时间为20到22个小时 洛马公司表示 新型侦查机会按照美国空军的 开放任务系统标准设计 具备更强的供电和冷却能力 以便安装新型的传感器 通讯设备 电子战设备 甚至可能安装激光武器 用于自卫或者攻击用途 与当年的U2一样 该机的设计 致力于满足美国空军的各种需求 此外 作为U2侦查机的机认者 该机将保留U2高空飞行的特点 飞行高度超过21000零 在冷战时期 U2以其前所未有的飞行高度 肆意进入别国流行 当时曾被美军认为 是一款无法被击落的战机 但事实证明 单纯飞带高 并不能确保侦查机的绝对安全 U2就曾在苏联 中国等地多次被导弹击落 因此按照洛克希特马丁公司的设想 新型侦查机还会具备高超的隐身能力 而洛马公司对这款新型U2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保守 称这将是一款想看见 才能被看见的飞机 那我们讲很多国家 其实都曾经传出过 发现了外星飞行器的新闻 一时间整个世界像一种非常诡异的气氛当中 但是后来资料显示 很多地方发现的所谓的外星飞船 都是美军的U2高空挣扎机 只是美军不愿意承认 因为在当时U2已经成为了 美军在原子弹计划之后 最为机密的武器装备第一 而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美军还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行动 据英国媒体报道 2014年年底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表相关文件证实 在上世纪50到60年代 世界各国出现大量发现UFO的报告 其中超过半数是美国U2高空侦察机 美国中央情报局 还将UFO事件的日期时间 和U2侦察机飞行日志进行了对比参照 帮助研究人员 消除了大量的不明飞行物报告 美国早就知道这一切的真相 但直到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 美国情报不明才予以公开 由此可见 美军对U2侦察机的保密程度 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而在冷战时期 这款高空侦察机更是美军的绝密信息 有资料显示 当时U2项目的保密工作 是自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之后最为严密的 以至于在一次事件中 美国政府明知道一架U2 很可能坠毁在苏联禁任时 仍然坚称 那是一架迷航的高空气象研究飞机 而之所以U2的保密程度如此之高 大多分析人士认为 因为这款飞机自身的属性过不可疏 它执行的是并不光彩的间谍侦察者 难以将其攻之以众 如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高调推出U2的继任者 所谓新U2未来的身份也着实引证观众 现在来说的话呢 凌空侦察依然是各国军队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海湾战争的时候 U2的改进行T21型的话 也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部署的进行了侦察 那么这种凌空侦察的话 因为处于当时已经交战状态的话 它进行深入到伊拉克上空 或者在伊克边境进行侦察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 但是处在和平时期的话 你要深入到对方国境线之内的话 进行侦察的话 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所以说侵犯领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来说 政府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红线是不能越界的 所以说它是拿不上台面的事 但是领空侦察对于军队来说的话 时时刻刻地掌握敌方军队的动态 这是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而这种灵活性和随机性要求比较高的 又是卫星所不能达到的 除此之外 我们看前一段时间 美国军方在网络上还公布了一段 U2的最新视频 可以说这一段视频放出之后 让人感觉这是瞠目结识的 那么这样一段画面 其实就是前不久 美军所曝光的U2高空侦察机 在航母上起降的画面 那么从这个画面上 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美军之前所进行的一次秘密实验 2015年6月 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段令人震撼的视频 这段视频没有任何声音 而在最开始出现了形目的U2G字样 视频中 之前一架庞大的U2侦察机 在大海上空飞行 随后竟然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完成了一次 触舰护飞动作 不仅如此 随后这架U2侦察机 还成功完成了在航母上起飞和降落的动作 更加奇怪的是 这一系列动作 物质进行过一次 在整段近五分钟的视频中 这架U2不断地在航母甲板上 进行触舰护飞和起降动作 似乎是美军在进行的某种秘密实验 有资料显示 美军目前主力舰载战斗机 F1-18EF 驿展仅有13.6 但U2的驿展 已经达到24 虽然在尺寸上 U2与美军航母舰载预警机 E2相当 但E2拥有舰载机特殊的设计 机翼可以折叠来节省攻击 不仅如此 据悉 U2侦察机在陆地上起降 都需要一个特殊的步骤 有资料显示 为了避免U2超大驿展的机翼受到损伤 所以在机翼下方 各有两个辅助轮架 起飞后抛掉 着陆后 就要立刻将辅助轮架 重新安在机翼下面 很难想象 这款飞机不在航母上使用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 美军不仅进行了U2 在航母上起降的实验 而且也公布了相关的试诺资料 这么大的一个侦察机 肯定是无法起降 但是如果是进行 适度的改装的话 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这个视频的正视性存在一点疑问 这个疑问我倒不是对降落 而是对于起飞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我们知道U2的话 起飞的话 它本身 它的滑跑距离是非常长的 那么即使你有弹射器的话 你的这么短的距离的话 能够实现起飞的话 基本上可能性极小 另外我看了视频之后的话 它不仅实现了在航母上的起飞 最关键的起飞之后的话 它就像一架战斗机一样急速的拉高 这个基本上爬升度的话 基本上跟战斗机一样 这个已经超出了 类似于刘二这样飞机的一个性能了 所以说从性能技术角度来说的话 它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讲关于这一段U2侦察机 在航母上频繁起降这个视频 它的真与假 我们目前无法考证 但是如果说美军真的对U2 进行了类似这样的改装的话 也就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实验 当然这也充分证明了 这款飞机对于美军的意义多么重大 但其实我们讲说到U2 它作为冷战时期重要的标志 对于咱们国家来讲 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冷战时期 美军U2高空侦察机 凭借其飞行高度 肆意进入别国领空 其中也包括中国 据悉1958年3月 美国飞行员驾驶U2侦察机 对我国进行侦察行动 遭到了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此后美国制造的U2侦察机 多次进入我国空域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国先后利用多种技术 击落了5架U2 虽然驾驶这些被击落的U2飞行员 并不是美军飞行员 但美军对我国的侦察行动 始终都没有停止 如今 随着亚太局势的日益复杂 美军侦察机 抵近我国空域的频率 也是不断上升 就在2014年8月 一架美军P-81巡逻机 抵近我国空域 遭到我国歼11战机的拦截 五角大楼官员称 当时这架中国战机机身 以90度倾角的姿势 从美国巡逻机的机头前穿过 之后 这架中国战机 在美国海军飞机侧翼半飞 两架飞机的机翼 最近时只有6 此后 这架中国战机 在美国巡逻机上方 做了一个翻轨动作 对此 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回应称 中国战机 在该事件中 严格按照相应规定操作 并保持了两机之间的安全距离 反而是美军侦察机 不断抵禁中国空域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 这样一次接触 并没有让美军战机 抵禁我国的行为停止 今年5月 一架美军P-8A巡逻机 再次抵禁我国南海岛屿 复行空域 遭到我国海军驱逐舰 先后发色警告 随后才逐渐离开 冷战时期 美军利用U-2侦察机 优越的信号 似于侦察别国的机密 如今 U-2已经没有了从前那样的威力 但随着全球鹰 P-8A 以及未来TRX 新U-2等更先进侦察平台的出现 让美军拥有了更多样的侦察水段 这些侦察机 不断出现在别国领空附近 一定程度上 成为了和平时期 影响地区稳定的一个不安要素 美国在发展 使用这些平台时 应该再三思考这个问题 希望冷战时期震惊世界的U-2事件 不要再次上演 好的 感谢收看